你知道蜈蚣是怎么抓住并吃掉一整只蟋蟀的吗 今天我们安排 刚才我用捏子射了一下 蜈蚣立马咬了上来 它的攻击性特别强 所以和蜈蚣相处的过程中一定得小心 这是一只蟋蟀 我们直接倒进去 蟋蟀刚进去 蜈蚣没有发现它 蟋蟀先喝两口水 这孩子估计是渴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蟋蟀就一直转圈圈 到处跑 很兴奋的样子 蜈蚣呢也一直没有管它 静静的躺在角落里面休息 但是蜈蚣毕竟是蜈蚣呀 就在蟋蟀某一次靠近它的时候 突然蜈蚣瞬间跃起 直接摁倒了蟋蟀 我们用慢镜头来看一下 蜈蚣跃起 第一次咬向蟋蟀 没咬到 第二次也没有到 第三次直接毒牙咬到蟋蟀 然后卷住了蟋蟀 蟋蟀瞬间毙命 蜈蚣死死咬住蟋蟀 似乎没有松口的意思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看到蜈蚣的毒牙了没有 又长又锋利 红颜色的 特别害怕 咱们再换个角度看 刚才没有看清的小伙伴 此刻应该看清了吧 它的毒牙 就是那个 尖尖上是黑色的 特别粗 特别强壮的那颗牙齿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蜈蚣吃蟋蟀的整个过程 要有自信啊 你是最好的 知道吗 咱们再画一遍 看清的 厚烈 咱们再画一遍 里面 超级 以后 输入 这间 挑战 出品 成事 终于蜈蚣吃完了整只蟋蟀 大家好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